坦克作为陆军作战做重要的武器,以良好的坦克绝对可以主导自己在战场上的地位,众所周知的就是德国二战时期的坦克,像虎式坦克以及鲍式坦克, 这两款坦克在很大程度上让纳粹在战场上所向僻逆,当然还有苏联在二战时期的钢铁洪流,成千上万的坦克,简直让人不寒而栗,虎式坦克在很多坦克作战的影视剧以及战争题材的纪录片中,经常会出现机枪手疯狂的对坦克进行扫射的画面,要知道坦克的装甲可是很厚的,一般机枪子弹的口径, 无论如何都是扫不穿坦克装甲的,那么机枪这么做的目的究竟何在? 机枪手很多人都会认为机枪手努力扫射坦克的原因,就是想将坦克的履带打断,这个说法简直就是偏方夜谈,要知道坦克的履带一般情况下是破坏不了的, 除非碰到反坦克地雷或是炸药,才有可能将坦克的履带炸断,所以有专家分析,机枪手扫射坦克的目的,其实在给坦克后方的士兵造成压力,阻碍其前进的速度,好让其他增援部队对坦克进行攻击。 二战坦克上的指挥官其次就是,有些主战坦克上会有指挥官对部队进行指导,而这时候机枪手的扫射就会阻碍指挥官,无法指挥外界的士兵如何作战,而且一般坦克上都会有望远镜,机枪手的扫射一定程度上还会将坦克的望远镜打碎,从而让坦克成为一个瞎子。 这样一来,在牛的坦克都是一堆废铁,不过机中坦克望远镜的几率微乎极微,但是也要尝试一下不是吗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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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